大陸山东自博 无一小长假的旅游订单 增长20倍 都是为了去吃烧烤 独立小炉 纯炭火烤 以及小饼肉串和葱的简单吃法 加上过去几年 央视和各地卫视的介绍 让山东中部这个地级市 最近因为烧烤 火到不行 光资博的主城区 就有300家烧烤店 如何让网红变长红 当地还成立了烧烤协会 希望设定行业标准 变成良性循环 打铁趁热 当地开通了24条的烧烤专线 还有烧烤旅游产品 最近正在筹配烧烤节 瞄准年轻人 喊出大学生当地住宿 凭证半价 生意实在太好 有烧烤店的老板 由于员工超负荷工作 停业修整三天保命重要 人红是非多 投诉也分之踏来 虽然如此 资博烧烤依旧热门 当地政府甚至还释出了 大批的烧烤师招聘职位 月薪过四万 只要求会烤肉就好 TVBS新闻叶俊宏 陈向如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